在汽车品牌中总会有那么几个公司拥有与其他汽车公司不一样的特质 就拿世界知名的兰博基尼、法拉利、保时捷这样靠着精湛的造势工艺和它遍布全世界的粉丝群而享誉世界 靠着走自己的路也成为了大厂 今天小编就要说的下面这三家用顽固圈粉的公司 它们只是一些普通品牌,没有像保时捷一样的实力 却学会了保时捷的脾气,不随市场改变战略 其结果却是市场很惨淡,尤其是最后一个推出市场却要坚持做自己 马自达专注于自我的品牌 不得不说马自达是一个足够专注的汽车公司 它并不像其他汽车公司一样拼命去迎合消费者的喜好 而是专注于自己的研究 这种近乎固执的态度反而让马自达在国内赢得了大批粉丝的拥护 而马自达也没有让粉丝们失望 近些年来马自达独创的创始蓝天技术不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旗下的车型颜值更是一流 所以尽管马自达在国内的销售量一直不温不火 但是大家还是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 雪铁龙,佛系品牌 了解汽车市场都知道雪铁龙的销量是啥样的 岂是于一个惨字了得,简直是惨不忍睹 但是如果你在网上浏览一些关于雪铁龙的帖子就会发现 这些文章的下面几乎都是一些力挺雪铁龙的评论 也并不像是水军 他们是发自心底的喜欢雪铁龙这个品牌 但是如果让他们花钱买信仰的时候反而犹豫了 雪铁龙的底盘技术在汽车界都是呵呵有名的 但是除了底盘,其他的基本上一无之处 无论是外观配置还是性能价格都是饱受勾病 面对这些雪铁龙依然保持着一颗买到的就是圆的佛系心理 所以他们的粉丝只能在网上声援了 陵木,好品牌不愁销路 说起陵木这个汽车品牌 可能一些老一辈的人会比较有感触吧 陵木作为最先进入国内的汽车品牌之一 为国内的汽车业贡献了大量的技术 也是他让国人很早就开上了小型四轮汽车 很多人对这个品牌一直有着特殊的情感 但是时代一直在进步 陵木固步自封地继续生产他的小车 现在消费者在购买时几乎是不会去考虑陵木了 而陵木面对国内市场销量下滑 淡定地准备前往印度制霸市场去了